据俄媒11月2日报道 当地时间11月1日 第七十三届联合国大会再次以压倒性通过决议 敦促美国解除对古巴长达 55年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 这是领大连续第27年通过此类决议 当天 针对古巴提交的 终止美国对古巴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之必要性 决议草案 参与投票的191个国家中 189国投出赞成票 仅美国和以色列投反对票 美国当天还对决议草案提出九项修正案草案 但经联大表决 九项修正案全部被否决 且反对票数均在110票以上 赞成票数仅为个位数 对此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再次痛骂联合国 并一如既往地对古巴的人权、经济等领域进行抨击 黑利表示 联合国失败了 这场投票让人不敢恭维 联合国大会没有权利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的封锁 封锁是依据美国法律实施的 只有美国国会有权作出改变 拒绝联大让美国停止对古巴禁运的要求 黑利同时强调 美国不惧怕在联大或世界其他地方遭到孤立 认为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浪费时间讨论这个决议 的确 只有美国才能做出停止对古巴的禁运 因为今年是联大连续第27年通过此类决议 但丝毫不起作用 美国依旧把古巴封锁得死死的 而且 一封就是半个世纪有余 令古巴在贸易方面损失了近1.326万亿美元 作为联大此次表决的回应 也算是惩罚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收紧对古巴政策 美国计划禁止与20多家同古巴军方 有联系的古巴公司进行交易 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公然 大规模且系统性的侵犯古巴人权 肆意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 但没办法 这就是美国一家的作风 没有哪个国家或国际组织能约束美国 让人没想到的是 即将离职的黑力还是这么犀利 这么狠坡 为美国占好最后一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联系的